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Poly 那欢迎大家收看跟着Poly一起好好计算比例 不让筛选器打乱视角 那今天一样要用一些计算的小技巧 来协助大家在做比例的设定跟呈现上面 不会因为筛选器去影响了你想要看到的结果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状况说明 请进说明 那这个需求呢 其实是在YouTube上面朋友的留言 那他有说到啊 假设说假设我们今天收到信用卡的时候 那信用卡有时候蛮贴心的 他会帮你去区分说吃喝玩乐这四个品项 那在吃喝玩乐的这四个品项里面 假设我的吃占了我的40 喝30 玩10 乐也10% 10的部分 那也以比例来讲 刚好是很perfect的一个状况 刚好是40% 30% 20% 10% 这个是有经过设计的 所以数字会这么精美 那他遇到什么状况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他呢虽然我知道 我在整体的消费上面我这个月花了100块 但是呢 我知道我的吃跟喝 他的比例其实是特别大的 我想要把吃跟喝 这个拉出来独立的单别 独立的方式去看 那你可以看到说通常一般来说 如果我只拉吃跟喝 我去做一个筛选的时候 我的占比 他就会从我们刚刚看的是40% 30% 变成了57%跟43% 也就是他的分母变成70 而不是原本的100 这是他的问题之一 他希望的是 我只看吃跟喝的时候 在我下面的这个情景2 我把吃跟喝独立掉出来 那我在算的时候 我也是只看到40%跟30% 因为对我来讲 玩乐可能这个比例太小 那我不需要特别去看到他们 那这个其实运用在你的工作范围里面 我们会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 有时候呢 我们在跟主管 在承报一些数字的状况的时候 我的确需要一个叫做 固定的比例的占比 因为我想要让他知道 重大的事件有哪些 那他这些重大 我这样讲好了 国庆日 中秋节 圣诞节 这些假日 他占了我营收多少 但是我不希望因为我把这些节庆筛选出来之后 结果我的比例就跑了 就像是情境1就跑掉了 所以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才需要有情境2的这个说明跟教学嘛 对不对 好 那熟悉Tabro的人就会发现说 我要做到情境1很简单 我就筛选器勾一勾 他就会依据我的需求跑出来 那情境2呢 我要再做到情境的这件事情 就不是我们想的这么容易了 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去做到呢 他并不像 你看我做下面这张Excel表好了 我就自己用人脑的方式 我把玩乐去掉 那我不就变成只有吃喝吗 那我去做给主管的时候 看到就这个结果 很棒嘛 对不对 那我可以在下面再做一个文字叙述说 我们只看中大占比的部分 那在Tabro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先从情境1开始讲 因为情境1是即便你对Tabro不熟悉的人 你大概也会想要知道说 我情境1应该要怎么去做去做到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 假设我在不分整个年度计算上面的时候 那我们之前其实有提过 我会把我的筛选器放到我们的 例如说我把region放进来筛选条件 那原本整体是有230多万的营业额嘛 对不对 那我今天只看某一个区域的时候 它就变少了 有没有 它就会变成刚刚的根数字啊 刚200多万变成了700多万 那我们再贴近这个需求来讲的话 我们刚刚讲吃喝玩乐 其实就是我的分类嘛 对不对 那在我这个分类上面呢 当我今天只选择其中两个分类的时候 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 technology没有被选中 那在计算furniture跟office的时候 你会发现整个营业额它变低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少了一些品项之后 我的分母因为也变少了 所以我的比例也跟着去做被调整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情境一 所以如果说 各位朋友你们想要达到情境一 我的筛选器会去影响我的结果 那这个是在table上面最简单的你直接这样做就做到了 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想要做到的是情境二啊 他希望这个比例不要变 我的分母是不会变动的 用金额这个40块去除以这个整体100的话 他的占比还是40%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刚刚看完了情境一 接着我们来看情境二我们怎么去达到呢 情境二的话 我们以白话文来讲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个图不要太紧张 有点多对不对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也就是我希望 不管我今天怎么样去做我的筛选器的选择 假设我今天只选technology 我的这个比例是不会被变动的 来我们先看一下全部 在大家在看这个占比的时候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总total是有230多万 那我们这三个品项 我们分别是占32 31 36 也就是75万是占230万的32% 那以此类推就不多说明了 那我们的需求不就是今天我只想要看高占比 也就是我不想要office这个我把它取消掉 好那请记得先记得这个 如果我office取消掉 照理说我的数字是不是应该就是要固定 我还是想要看到32跟36 而且这个数字也不变嘛 好那我先把office取消掉 好所以你看32跟36不变 但是这最左边的这个情境就我们刚讲的 当我去取消掉我的office的时候 哎怎么在这张图上面 它的分母就跟着变动了嘛对不对 那当然你分母变的话 那你的占比就会跟着变 好但是我的最右边这个 我还是32跟36 而且32跟36 我知道这是占我整体的69个的percentage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那以数学来讲的话 我是不是用我的这个sales 就是我的营业额 这个furniture的营业额 去除掉我的总营业额 那就会得到我的占比了嘛 也就是我要想办法去固定我的分母 那在固定分母的这一件事情要怎么做呢 这个就是大家比较容易遇到的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总营业额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到呢 我不希望它因为筛选器 去影响到我这边的表现对吧 也就是不管我这里按了几次多少 你有没有发现 230万永远是230万 不管我这里有几个平项 好 那我们来解析一下我们的总营业额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的总营业额 这时候我们要讲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我们用到fix这个函数 也就是我不希望任何的条件来影响我 尤其是筛选器 甚至是仕途上面的任何的一个维度 我都不希望我就用fix的方式去做我的 sum sales的这个动作 那我就可以得到总营业额 那这时候你不就可以去 去把总营业额做出来的吗 那在做到这个总营业额之外 我们刚刚有提到我是不是要用sales去除以我 占比而且是不会被 不会被筛选器影响的对吧 好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第二步我们要做的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今天是又去调整了日期的部分 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今天调整的日期 哎那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数字也会跟着变啊 本来又从75万又变成了 42万所以当我调整年度的时候 也有可能去改变到我的这个仕途哦 里面的数字呈现 那所以在这个当下的 你要再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你希望你的筛选器 不要去影响到你的这个仕途呈现的时候 你看我左半边的这个数就完全不会被影响 如果你是用这个系统预设的这个 你的资料栏位里面这个营业额的话 就是一定会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你必须要再去创造一个公式 让我这边在做筛选的时候 他是无坚不摧的 那这时候他我们来看一下左边的这个公式 他只会被什么影响呢 他只会被我的这个category去影响 那这个刚好是我要的 因为我需要的是固定的这个数字 去处于我的整体的占比嘛 所以这个这个数字我们要怎么算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刚刚你会用fix的话 接下来你不就是 哎我只希望subcapitory去计算到我的sales的状况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把计算公式写出来 那这个这个计算公式他就会因为说 哦我只我的我的营业额只受到category的影响 好哦 那这样子的时候最后我要去算这个category 占总营业额的时候我就可以用这个数字 就是营业额bycategory去处于我的总营业额 那我就可以得到我的这个占比了 而且这个占比他不会被我刚刚提到的年度影响啊 看一下也不会被我的category影响啊 他永远都是我想让他呈现三十三十二趴 三十六趴三十一趴他都会这样去呈现 OK 那今天的分享其实比较进阶比较难 所以大家要多多练习 感谢那个网友的提问 那如果说大家有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大家提出来跟我分享 如果说我也没有办法做到的话 当然我还是会去找素材来解决 那希望今天的这种计算式的分享可以解决 大家在做占比计算的这些小困扰哦 好 谢谢大家 我是Poly 那欢迎大家在准时收看我的节目 那也把我的节目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让大家一起在数据分析上面这条路径 越来越顺畅 好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